原因就是目前在淡水从红树林到竹围的这个路段 在台二线上已经因为三个工程 三个管线工程包括台电的 包括自来水公司的还有包括污水处理的 那这三个工程这么长的时间已经对淡水的交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市政府之前承诺过好几次要完工 那从现在看得到的状况 我们等一下秀照片可以知道事实上根本就没有完工 第一个问题是目前没有完工 它只是把围犁撤掉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失控品质惨不忍睹 你如果骑摩托车走在台二线上简直好像在做震动按摩一样 抖抖抖从头抖到底 那个车整个都快闪掉了 最尖锋就是七点到九点 那个车是完全没有间断的一直涌过来 用路人口吗?没办法算 我们是冲流 我有一次就是自己去不算啦 不精准 就是 汽车大概一分钟就四五十辆过去 但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 然后汽车大概两倍 汽车是两倍 一分钟是不是? 你要做管线你应该直直的做嘛 但它有的是在路边 就有的是靠那个人行道 有的是靠那个快车道 所以你这样交叉的摆这些施工的东西的时候 汽车骑士就必须S型这样骑 那其实非常危险 十二月开始在那边举牌 有一次我们在举牌的时候 就直接我们面前就去车 我们叫做整顿台二线举牌小组 这什么意思? 是我们从去年十二月初开始 我们就有一群人举着这样的牌子 上面写四个看板 一个是挖路核实了 一个是还要塞多久 第三个立即整顿台二线 最后一个市民投诉1999 我们举着这样的一个牌子 一方面是告诉政府 如果你路再不修好 民怨绝对会沸腾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告诉所有的市民 我们有权利把我们的想法说出来 所以每个人很简单 拿起电话来打电话到1999 告诉他现在的这个道路状况 我们不能接受 可以看到连施工的告示牌 都还在现场 连告示牌都还在现场 撤围里的意义到底何在 这可以看到路面的品质 非常的糟糕 这个如果机车骑士骑过去 万一加上雨天路滑 这是非常危险 如果出事 谁来负责 连怪手都还在现场 连怪手都还在现场 到底这个叫做什么完工 如果新北市政府 还不把台二线整顿好 这些问题还存在 那我们就要在红树林到主委之间 我们要站满台二线 我们要告诉政府 民怨不可挡 好我们一起来喊 站满台二线 民怨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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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台二线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交通管理 跟施工监督 把交通管理做好 把施工监督做好 这个是立即见效 而且没有副作用 没有交通黑暗期的措施 我不懂为什么新北市政府 实时不肯做这件事情 他们没有去看他们施工的状况 所以工程一再延期 在台二线上的每一个工程看板 上面的期限都是一改再改 一改再改 请问机车要怎么骑车 这个是机车要怎么骑车 然后你连这个施工看板 其实都还没有移除 连怪手都还现场 连怪手都还在现场 然后你把围离撤掉 你告诉我说成功 我觉得一方面是 一方面当然是完工与否 这是一个诚信的问题 但其实我们今天更关心的 不只是诚信的问题 而是你让用路人陷入一起 我现在还在施工中 没有完工的问题 所以现在还没有完工 对 那为什么要测违离呢 那为什么要测违离呢 他配合他现框的部分 他要去做一个 那个位置的一个运动 所以现在没有完工 现在他新制瓦斯还在施工中 所以我们是白天实作 违离架设 维持的还是三线道 所以目前没有交通商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会尽快以最快速度 赶快把这个 停管线单位 这个迁移完成之后 后续部分 才进行到结构部分 并没有 我们照着我们核定的施工计划 跟其中在进行 那我们有了解他所看到的 他所看到的那些指数 是属哪一个部分 你等一下问他 我们今天要面对的 其实不是新北市政府底下的哪一个局 我们今天要面对的是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 他不管是去督导其他工程单位 在台河线当的施工 或者是他底下自己的公路局的施工 他都必须要去完整的去规划好 现在的现状就是 因为施工单位很多 所以一下子施工一下那个施工 施工没有施工不完 所以那条线永远在施工 这件事情是新北市政府要统一 是全球好好的做统一的管理的 而不能推说 这个是哪个单位 那个是哪个单位 所以不相干 对市民来说 我只知道我每天都看到施工 那新北市政府要解决的是这件事情